Hello大家好 我是Melody女王教導的翠文 今天同樣有台灣的波金天后 蕭采穎老師來教我們波金 上一次我們學會了怎麼樣用波金 來解除腰酸背痛肩頸痛的煩惱 今天就要請老師來教我們一些美容保養 還有就是眼睛的保養部分 我們的眼睛周圍我們有九個穴位 我們的眼頭前面一分處有一個金銀穴 然後它的上去的眉頭地方有一個斬竹穴 那這一條叫做膀胱筋 它是這樣走的 你長期一直在打電腦看手機 你的姿勢是不是這樣 那你的頭這邊就容易塞到了 它塞到以後它就會獨到眼睛 長期腰酸背痛的 都容易眼睛不好 因為它什麼精銘穴 它起頭在這個地方 那再過來我們眉毛的 彎彎的地方是不是一個眉峰 眉峰下面有個魚腰穴 它管什麼眼皮鬆直下垂 還有就是眉毛上面的是我們一個陽白穴 那這個陽白穴是我們的膽筋的其中一個穴位 那這邊塞到的話它會影響到眼睛 還有我們的頭 那眉尾還有一個施足空 它是屬於三膠筋 那眼尾有個銅子療 它是屬於膽筋 我們的眼球的正下方有個沉漆穴 是屬於胃筋 那一直處下面有個四白穴 所以你看我們眼睛就有九個穴位在這個地方 那然後有四個穴脈是跟我們的胃筋 膽筋 三膠筋 那還有膀胱筋 對不對 都跟這四個穴脈有關係 那是不是說 常常按摩這裡的話呢 對於胃 膽 還有都有幫助 對 那我現在就來示範一下 像我們這一支呢 是在我們的梳裡面就 我們梳是不是就有附一支 那我現在就用這個梳的這一支來教各位 我們先把一個刷拿出來 放在我們的手臂上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 要幫它皮膚先固定 我的這個手就像畫圓規一樣放著 然後我先從它的筋名開始 很多人都會塞在這邊 這個就是表示那邊是硬的 這邊不能這麼硬 你看我這邊要橫撥橫撥嘛 這就叫撥筋 從這邊撥撥撥上來是不是就成了一個面 然後這邊有一個斬出去 然後完了以後 我再往這邊撥 那在撥的時候呢 我這支手要過來 要怎麼 輔助它 我們這個棒子旁邊是不是扁的 對 所以它可以刮 刮是面是比較大 它比較沒有那麼深入 然後我把氣順一下 順到耳朵 然後再到我們頸部的淋巴 這樣要怎麼 氣由這邊帶出去 那我現在要走眉毛下緣 然後眉毛一定要撐著 這邊的話它是屬於 管眼皮的一個穴位 就是眼皮的下垂鬆弛 然後呢 在眼尾的地方有個銅子療 是也是我們的膽筋 那因為眼睛還是比較脆弱 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 力道 眼尾的地方要注意一下 刮的時候呢 不要 不要讓它粗殺 刮到這個熱熱快粗殺 我就收手了 那我先做你的鼻類管 鼻子的肌肉它是長這樣 所以我們要跟它垂直 所以我們就要這樣撥 這邊有個銀香穴 好 做完了的時候呢 我要稍微用手呢 去幫你呢 舒緩一下 然後拉 拉 好 我現在要做你的下眼袋了 然後一邊做 一定要幫你怎麼撐起來 所以我們手一定要去固定它 好 做完了以後呢 一定要做舒緩 我們剛剛這邊已經眼睛的周圍做過了 我們就從臉頰的地方開始做了 好 那臉頰的時候呢 一樣有沒有 要扶住 然後呢 用很波 臉部呢 除了我們的上膠中膠 下膠之外 還管什麼 三叉神經跟眼面神經 我們這邊是我們的眼面神經 它管什麼 眼睛 所以你眼睛不舒服 你做額頭它也可以改善 嗯 那臉頰兩邊它也管鼻子 嗯 那然後這邊兩夾下巴又管嘴巴 嗯 所以有的時候 像人家有口外眼斜啊 中風啊 用波筋它是可以改善的 這個地方又是我們的胃筋 嗯 我們的胃筋它是這樣走 走到上面去 然後再走下去 嗯 好 現在走下了 這就是消除雙下巴的方式 那我們也可以用我們的尾巴 稍微提一下 好 好 那做完了以後呢 我們呢 就大面積的提拉 好 我們做臉的時候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一個位置 就是要開耳穴 耳朵這領巴一定要開 嗯 這邊耳朵呢有一個耳門 聽功聽會 這三個穴要先開 耳門是三膠筋的 然後呢 聽功是小腸的 嗯 聽會呢是膽筋的 耳朵後面是三膠筋 那三膠筋管什麼 我們的上膠下膠的循環 嗯 還有免疫 好 好 做完了以後還是要再舒緩 再梳一里一下 嗯 那我可以用魚背 好 魚背的話是有點像刮的 做完以後 稍微幫它順一下氣 好 好 所以今天非常謝謝蕭彩仁老師 教我們這個 這一套又可以美容又可以養生的波金方法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老師可以到哪裡去了解更多 我們的城邦花園都可以找得到 我們的官網 有些讀者呢看的書 還是不是很理解 想要更詳細的 因為我們上課的時候才會知道說 它的深度它的位置會更精準 好謝謝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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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